大家好,我是姜寶妈妈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早餐面包简单的做法 温牛奶210毫升 温牛奶的温度36-37摄氏度 苏发干酵母3克 白糖20克 搅拌混合 加入植物油15毫升 植物油可以是玉米油、葵花籽油、橄榄油 分次加入面包粉,也就是高筋面粉300克 盐1.5克 用刮刀搅拌混合 稍微用手揉几下面团 看不到干面粉 盖上松弛15分钟 15分钟以后 在面团的上面 淋植物油5毫升 就像我这样操作 就像我这样操作 中文化的面团 非常软 但一点都不粘手 盖上温暖处发酵90分钟 直到面团双倍大 面团发酵的非常好 移到揉面垫子上边 轻轻地按压 把每一份儿团成圆形 把每一份儿团成圆形 每周我都会更新新的食谱背方 如果给我一个大大的赞 并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非常高兴 那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保鲜膜盖上防止风干 松弛15分钟 15分钟以后 再次竹个像这样 把面团再次团成圆形 稍微的按扁一点 放到铺了烘焙纸的烤盘上边 烤盘的尺寸30×40厘米 都放到了烤盘里边以后 中间保留缝隙 盖上温暖处二次发酵60分钟 直到双倍大 我们来准备一个蛋液 把鸡蛋打散 混合好 在每一个上边 薄薄的均匀的刷一层蛋液 可以撒点生的白芝麻或黑芝麻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180摄氏度 烤15-18分钟 烤至金黄 烘烤面包的时候 我煮了四个鸡蛋 煮熟的鸡蛋 过一下凉水 降降温 这样容易剥皮 再次放入凉水中 清洗干净 我先用两个鸡蛋 把鸡蛋用叉子碾碎 加入了一点包菜丝 少量的胡萝卜丝 加入蛋黄酱 一点点的盐 一点点的黑胡椒 把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放在一旁备用 同样 把两个鸡蛋碾碎 加入少量的黑胡椒 少量的盐 蛋黄酱 也就是美乃滋 把它们搅拌混合 也是很好吃的 15分钟以后 面包烤好了 香喷喷喷的 稍微的晾一晾 非常的蓬松 很鲜软 从中间切开 就可以来做美味的汉堡了 早餐面包很快 早餐面包很快就准备好了 可以晚上准备早上烘烤 开吃吧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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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